主要的他的這兩場比賽的安打 都是在第六局或是第七局打出來 那現在開始第二局就開始點火 這個點火對相對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能夠上壘的話 事實上週四季的境況是不錯的 那黃世豪在賽前的是連續六場比賽有安打 連七場比賽上壘 今天在第一個打席就先敲出了三右之間穿出去的安打 所以他的境況是真的非常好 其實連七場比賽有安打連八場比賽上壘 以及說是他的狀況好 道布羅說是費古洛這個球有點失頭